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钦斯大学发布的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0日2028分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25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4万例 其中欧洲区域累计确诊超过420万例 累计死亡超过21万例 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半年后 欧洲仍有一些人称新冠病毒是骗局 据BBC报道 8月29日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反新冠游行 超过3.8万新冠怀疑论者聚集在首都柏林 反对德国政府近期再次收紧疫情防控举措 据悉德国今年4月初开始逐渐放松社交距离管控 但8月以来德国新增确诊病例不断增加 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加强管控 8月27日德国联邦政府其16个州宣布 未在特定场所佩戴口罩将面临最低50欧元罚款 此外一些大型公共活动的禁令将持续至明年 然而一些对新冠病毒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对此表示不满 认为这侵害了他们的自由 还有抗议者举着写有默克尔有罪的牌子 高呼默克尔必须下台 在柏兰登堡门 示威者和警方产生冲突 一些示威者向警方蒸石头和玻璃瓶 最终导致300人被捕 警方称抗议者们未遵守保持社交距离 佩戴口罩等防控举措 除柏林之外 英国 法国 瑞士等国也爆发了类似的反新冠游行 据卫报报道 当地时间29日下午 抗议者聚集在伦敦的特拉法家广场 一些抗议者举着写有骗局 欺骗 结束医疗暴政等字眼的牌子 要求政府取消疫情管控 不再强制佩戴口罩 还有些抗议者反对大规模疫苗行动 在法国首都巴黎 超过300名抗议者29日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要求公众在所有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决定 当天 一些抗议者举着写有停止谎言的牌子 认为政府夸大疫情 损害了他们的自由权利 今年3月 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期间 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 一些国家甚至全面封国 随着疫情得到缓和 许多国家自5月开始逐渐放松管控 然而近段时间以来 欧洲多国疫情出现反弹趋势 上周 欧洲多国单日新增确认病例打破记录 包括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 然而与第一波疫情不同的是 此次新增确认病例大部分都集中在年轻人群体 欧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1月至5月 40%的感染患者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但到了6到7月 这个群体的感染率降低至17.3% 感染患者的平均年龄从前一阶段的54岁 降至后一阶段的39岁 CNN指出 欧洲能否防止出现第二波大爆发 很大程度在于各国是否能够在恢复社会常态的同时 做好风险管控